中国人历来爱竹 竹子挺拔有节 中通外职的形态特征 是炎黄子孙所追求的 虚心 正直等传统美德 再好不过的象征 几千年来 中国人取之用之 割之送之 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竹文化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宋代文豪苏东坡的诗句 简明和药地 影射着一个事实 竹 这种常见的植物 早已渗透至 中国鲜明的生活当中 主意师威露年正在制作独制灯具 制作的地点是在益阳市博物馆内 整天之内还摆放着其他竹器 进博物馆的物品 要么珍贵 要么历史悠久 威露年怎么也想不到 跟竹子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却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作品一件件进了博物馆 肯定是不想让它就真的进入博物馆了 我们还是想把它走入千家万户 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些努力 包括一些走得的灯具 一些壁挂的一些工艺品 成小尽玉手吧 尽量地让它能够走入群山 中国人历来讲究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湖南省益阳市 作为全国竹类资源 蓄积量排名第二的城市 自明代开始就被称为竹器之乡 彼师的益阳城 大致门楼建筑 小到家居用品都跟竹子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实那个时候 城市小玉主义的人还多 这样我们那个依然限制上面记载 从明代 明初开始 依然这个小玉主义就成为 我们当地的一个主要的产业了 年产量在十万件以上 大街小巷到去都是住这种东西 就是家庭是做法吃的 只是 在这个曾经的竹器之城 竹制用具 已经逐渐淡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现代的家居制作技艺 成了纯手工活的最大竞争者 较之色泽丰富 机械化加工的现代家居用品 小玉主义已经很难栽在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竹家居呢 制作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耗实 我们的生产成本 就是工钱比较高比较多 这样的话就是到着我们的成本比较高 与现代的这些机械加工的 这些木家居的比较到我们的价格 价格上面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所以说你要是真正走下 千家万户现在还比较困难 精美的物景被搬进了博物馆 而最为传统的手工技艺 小玉主义 则已经被列入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50岁的威露眠 已经是小玉主义 最年轻的传承人 确实感到很遗憾也很无奈 作为我们 当然作为我个人的 我是作为一个传承人 也没有把这个家居 周家居这一块 推向现代的市场 跟现代的人一些对这方面的满足 我也感到很惭愧 一阳方言玉 一直将竹材构建加热弯曲 是真符合造型需要的一种工艺 小玉主义就是因为大量运用了这种工艺而得名 因为那个阻子它是有韧性的 要加纹以后呢 它就可以把它那个轻微去圆化 圆化以后就可以来定型 来造型 根据这个设计要求 你要是形状 就可以把它遇到什么样的形状 眼前这些竹器都是出自魏露棉之手 我们这个小玉主义的加工 比较复杂的 并且轴子 我们是都是产生的这种原生 它的那个轴子 对轴子我也就是不能复杂 就是原来的样子 五十岁的年纪 魏师傅仍在寻找下一任传承人 他必须抓住有限的机会 位于市中心的以阳大剧院 即将进行扩建 为了凸显本地特色 剧院方找到了魏露棉 希望通过小玉主义来装饰剧院 你这个小玉主义在这里做了这么多事情 想不想搞一个大一点的 哪肯定想的 就像这样的牌楼 就是这样的牌楼把它做成 看能不能够把它的理念放大 放大的部分里就把它做成一个稀楼 把它做成一个稀楼 我看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的特色 就是根据上面比较紧 如果是把它放大也好 也不要这么紧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 嗯 尽快地拿着水底换完去的好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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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放心了 好 再见啊 好 好 走 好 走 心情什么样的 心情当然很高兴了 这应该说是我们二十多年来 地道的第一个最大的项目 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展示的平台 并且它也是我们一样一种地方文化的 一张很好的一张名片 一个很好的一个选举的窗口 微露眠知道这次任务的意义 这也是将理想拿回现实的难得机遇 做五个大的吊登 就是有那个圣诞金木筹吧 像金居一样 你好 先生 好好好 您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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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岁的谢长庚 是微露眠的师父 上世纪八十年代 谢长庚曾多次受邀出国 传授所有的 建议 金枝啊 这个喝茶呀 这这个是西区龙屋 我都有西区龙屋 嗯 对 我都有西区龙屋 我都有西区龙屋 五十年来 谢长庚老师父 目睹了小业主义 房业人才的逐渐标 就说的就是这么多 老米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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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跟他做啊 那个是开始做的时候的 他开始92年 92年做的时候 他不一定占了钱 他那个是喊 我们怎么讲呢 你占了钱了 再给我们的根植 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做起来一号子 我现在的高兴 现在他还在这里 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是吧 不允议保的 这个汗就不允议保的 用这个呢 卸长庚的身子 已大不如前 但看到设计方案 老师傅非常高兴 想要一世伸手 做门的 都定计他 都定计个小笔中一点 想要有些 想要想想法都好些 是不是 汐师傅家中的几把竹椅 都是他年轻时候 亲手制作的 汐师傅家中的几把竹椅 汐师傅家中的几把竹椅 都是它年轻时候 汐师傅家中的几把竹椅 我做手油 冰了 整根子要按骨头就好 在经济行来 什么都不做 我都慢着实际上就要 就别冰心 别人自己要 备料是制作猪仪的第一道工序 根据竹笔的厚度 竹节的密度 将竹子矩成合适的长度 再将竹料置于火上均匀地烧烤 竹料主要是把这个 竹子里面的水温拿到白杆 白杆它的这个竹子 它的油脂有筋 还有质量也好 做出来的产品有筋就来硬 主要是要烧的原因 它的红和红和红和红的温度都有 要完成剧院的工程 为露眠还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 当地的几位老师父 都拥有超过四十年的制作小玉竹艺的经验 我先给你做一个亚细啊 你看一看 好好好 对对对 一阳安华县是小玉竹艺的原材料 麻竹最为丰富的地方 小玉竹艺多采用直径五厘米以下的麻竹制作 精心的选材是做好竹艺的第一步 黎显县跟竹子拿了一笔子的交道 在竹林中一年就能挑出上好的麻竹 山上都是竹子吧 都是麻竹子 都是麻竹子 这些都来挑拨了 好 麻竹吧 都是麻竹 这青年到哪儿过去 这麻竹整个三年到十年 整个倒进去就可以 整个倒进去就可以 整个拿了 这都可以倒进去 这个味道可以 做主意用的麻竹 以三到四年的成年麻竹为最佳 这时候的麻竹肉制好 纤维密度高 做出的竹椅坚固耐用 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之为铁麻竹 每年的农历九月到十二月 待天气晴过三天之后 便是进竹林取材最佳时刻 这是祖辈一人定下的工具 也是他们留下的智慧 备料是制作竹椅的第一道工具 根据竹笔的厚度 竹节的密度 将竹子锯成合适的长度 再将竹料置于火上均匀地烧烤 竹料主要是把这个 粥子里面的水温拿到白杆 白杆它的这个粥子 它的油脂有筋 还有质量也好 做出来的产品有筋就来硬 主要是要烧得容易 它到这个核和核口的温柳都要保住一只 烧制让竹料开始显现出不一样的光泽 这个把这个保全的骨子 粘得稀拿到码掉 这个粥子就漂亮了 很美的这个 接下来 这种神奇的变化 仍在继续 这个都是鱼干辣 鱼干辣一回城去 这个是鱼干辣的 一般鱼干辣的 这个是鱼干辣的 这个是鱼干辣的 多年的经验 让李师傅总能恰如其分地 把握好鱼口的厚度 以便将鱼腿固定 又是这样的 还捞过的 还有没有破的 这些夹的也好 没有破的 这个那个 传传千云的功力 和竹艺师们精细的手工活 能够保证 这些竹子家具的经久耐用 可画龙还需点睛 小玉竹艺素以造型美观 做工精细做成 这主要得益于 心灵手巧的竹艺师 对竹牙枝的独特运用 在竹牙枝的竹节部位遭掩 小鸭枝穿练成花 再根据造型需要 将竹牙枝 预制成各种花色图案 经验丰富的竹艺师 无需体现画稿 就可以新手拈来 这个竹牙枝 如果说你把它放在火上面去烧的话 那肯定会烧 烧可以吧 是吧 尤其是注意火候嘛 像这么小的竹牙枝 如果放在火上面去烧的话 那肯定会烧 所以要放在火边 要注意这个鱼火的距离 这个鱼肉 就好了 这个鱼肉 我过来看看 可以 好的 好奇色哦 你试试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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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点 好 试一下 吃一点 好 挪一下 挪一下来吧 还可以的 尽管衣食不愁 但前些年小玉竹艺的逐渐没落 曾让李师傅忧心不已 现在小玉竹艺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 这也让李师勇心地盼望 身体好意思要走下去 我又来小玉竹艺和这个人 每隔一段时间 微露眠都会到附近的家具市场转转 没有看到我们那种全程的家具 心里还是比较遗憾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那个东西全程的家具 不让个老是在博物馆 还是要走入现代的这种市场 走入现代的家具生活 跟竹子打了二十多年交道 微露眠的心里有着太多的愧疚 他曾是一阳老字号 微福星的第五代传人 当年一阳的笔墨行曾有 曾永顺的笔 微福星的墨艺术 后来家道中落 父亲一直把 微福老字号 微福星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可微露眠选择了小于族裔 也选择了更为艰难的一条路 传统筹 不往一代 好 老姑 妈妈 发事气了 过生了 你继续上卡啦OK 你邀请他他一起了 还藏过通宝门呢 她的意思是想让我们一起 把这个微福星把陈性回复 我看到走一趟我能带着铲子 他们好多年好多年的时候都夸得到 我心里又不懂 又不熟不着乐 又不又不理事 我又不搞得起来的 你爸我心里有点好 我记得有一年 我是27块钱 归5年 这是跟父母 跟那个岳母 岳父都讲 今天过节我就不顺利了 回想起当年儿子的近况 母亲时至近日依然心疼 哭得很难 辛苦得不得了 几个年得日 辛苦得 打鱼 打鱼 烧起来 油烧起来 威师傅设计的大剧院装修方案 最终得到了剧院方的移植认可 家具制作的活 交给了几位重新装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政界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东西 它可以让人静下来不那么浮躁 如果说我们传统的工艺啊 这些美续作品能够呈现出来 让整个社会看到它的人吧 能够有一点放弃一些 比现在的一些浮躁的东西 能够让它在心里稍微平静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在威师傅看来 从小玉卓裔诞生一时 它就像柴米油盐一样原子生活 它从来都不是取高鹤寡道 只能被陈列在博物馆的高雅艺术 它并不期待人们嘖嘖称奇的赞叹 只希望能够继续装点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这种传统手工艺 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